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欧布奥特曼的人间体洪凯 退休之后都在干什么吗 你们肯定猜不到 他现在居然做起了游戏主播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现在的状态的话 那就是 虫 你知道吗 整个直播间加上我 才总共58个人 别不信 我有截图 相信他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记得给我一个小信心 我就告诉你他的账号 因为洪凯最近有点虫嘛 所以他就边打游戏边卖周边的产品 你瞧 挂的最多的就是衣服 这个状态真的是惨啊 这么路子也就花了500块钱 买到了欧布奥特曼的周边大福袋 都是虎凯平时用到的东西 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到底值不值 哇 哇 一个大箱子 这里面是什么 咦 弹珠气水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有谁和我一样 是因为欧布奥特曼才认识到弹珠气水啊 之前都没喝过 这可是我们的老演员了 下一个 这两个肯定小学生很喜欢 一个是笔袋 这个可是太空狼人杀的 编冰款 旁边还有个大的 太空狼人杀的书包 你知道吗 就是前段时间啊 洪凯特别喜欢直播 玩太空狼人杀 我都看了好几天 哎你别说 他这个智商哈 还真有点着急 你瞧他这个表情 进场就出局了 这个笔袋和书包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粉丝 肯定用得着 马上就要开学了 哎 你们的作业 喜欢了没 咦 这个我喜欢 加古拉和欧布奥特曼的 对战内海 欧布奥特曼最讨厌的 应该就是加古拉了 每天都在身边 犯死了 我跟你们说 包部重来不洗脚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都是欧50来的 看谁就厉害 天呐 还没开呢 加古拉你怎么就先倒了 再来 吹 咦 这个机器肯定有问题 明显就是坑我们加古拉嘛 一甩就掉了 还没开呢 哼 辣货 哇 这个厉害了 你们见过没 机械赛罗 它可是拼装模型 之前欧布奥特曼猴凯 就直播拼装机械赛罗 我估计它最喜欢的肯定就是赛罗大哥了 OK 这个好像还挺贵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品如何 2000 years 你别说这个不带真的够值了 都拆出来这么一大堆东西了 看看还有什么 咦 这是什么 一个清洁剂吗 你还别说 欧布奥特曼自从失业之后啊 还真的是给清洁剂做广告 你们瞧 曾经的一个西洋老人居然落魄到卖清洗剂 哎呀 太惨了 快救救我们的欧布奥特曼吧 咦 这是什么 居然是奥特曼海苔 而且啊 这个海苔上面还有奥特曼的 头像 哇 这个厉害了哦 绝对是日本货 你们瞧 迪迦泰罗 带拿 奥特曼出带 赛罗 这又是谁 炒一下 奥特曼味的海苔 嗯 完分 前段时间欧布奥特曼还出去旅游了 一出去就是吃吃喝喝 你们想知道的 炒 这生活坚持标太好 谁说他愁了 哼 我感觉我还是能有的 炒这里还有海鲜 也是鸿鸿吃过的 不过这种日本的海鲜 会不会受到核辐射 吃完可能要变怪兽哦 还真有可能 我有点不敢吃 扔一边吧